我們到明日的講座的情況 那我們會選出八人藍隊的 今天就在這現場做什麼事嗎 大家有夠會 這這幾天 對 之後我們再幫忙 然後 我們從那裡意思是說 希望讓這個偶爾是變成唱場子 那你也希望 在這個已經走到第三屆了 我覺得很祝福大家 其實在這裡的過程當中 相信在這個 我可以做到超第三屆 那我今天我在做的門動料理包 到消費者身上 消費者來附呢 我們農村以前一周 現在在這三周都是農村規劃 農村建設 再來就是產位發展 把這些的 青農能夠協助 讓他們 四月成功 謝謝 那總市長這幾年來 什麼樣的成果 第一屆跟第二屆 這些創生 我去看了 包括我們 我們在 比桃 建那個 那個 遺廟 再來就是 百鄉口的這些 有些栽種的離地技術 這些我覺得 那個產值 都跟我們一般的水道 都不一樣 還有鄉家蘭 很多很多我們就看到 這些我們的十龍在 彰化應該 有相當的一些奇怪 那這個跟傳統的網頁有什麼樣的 這個部分就是像過去可能 大家都用 土地去栽種 他現在是 離地去栽種 栽種 我去看了福欣 陳造偉那個 他用離地種的這一些 那個 那個香瓜 這也是日本品種 他也是 他一顆 他可以透過我們的協助 還有包裝設計 他可以賣一千六 這些都是 他可以回來 跟媽媽一起做 那經過兩屆 你覺得這個地方創生 我們這些人很輕的 他遇到最大的問題 是行銷嗎 還是商產 行銷 我們也是會去協助 一個是在未來的一個 重量還是在技術 技術面的部分 我剛才 我講的 我們如果要去做這一些的 產品的突破 能夠讓口感 能夠增加 所以有很多的這一些 剛才講的 電腦技術 我覺得 最重要還是技術的能力 我們怎麼讓它提升 那行銷 過去也是我們的專業 所以我們 這個都是 比較容易的 希望在這個技術 你不會能夠去生耕 這裏 他可以商量 在這裏 我們上台了 他不至少 今天幾乎 那一個人 然後 給他 要給你 相當的 就好 然後 他 參加 市場 來